有兩個小朋友吃了阿嬤 買了香魚片之後 中毒雙雙補治 迷信河豚的內臟是補品 超可怕 新聞以後如果要洗 應該還是要附上學名比較好 全身上下 沒有一處是沒有毒的 哈囉大家我是乖乖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台灣常見的有毒河豚 在台灣目前有紀錄的河豚 達到56種 超級多 如果是要拍這支影片 我應該也不會知道 台灣有這麼多種的河豚 那今天我挑了8種的河豚 要來跟大家介紹 有台灣常吃的 跟常吃死人的 OK GO 前面就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河豚本人 還有什麼是河豚毒素 河豚毒素到底有多可怕呢 那河豚大部分是生長在海水的區域 少數可以在淡水生存 所以在淡水釣魚呢 也是有機會釣到有毒的河豚的 釣魚的人要特別注意 那台灣河豚的魚期呢 在10月到隔年的5月 1月到3月呢是盛產 所以上一支影片呢 我就是在2月拍的 多的時候 一天最多可以補到3到4噸 非常的多 那在台灣產量最多的呢 是客室兔頭豚 產量大概佔了80% 那其次就是黃崎多季豚 產量大概是15% 這兩支呢 都有在上一支影片露過臉 那台灣河豚的主要產地是高雄 東港花蓮 成功 南方澳 基隆 跟澎湖 這樣主要是就是這樣子 沿線這樣子 那河豚的毒呢就叫做河豚毒素 那日本那邊對於河豚毒的研究呢 是比台灣這邊還要多的嘛 那他們那邊的研究結果是認為說 河豚的毒呢其實有點難纏 因為呢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海域 同一個季節 捕撈到同一種品種的河豚 他們毒素也會有個體上的差異 兩支同樣的河豚呢 可能毒素也會不一樣 可能這支有毒這支沒毒 你抓到這一支沒毒 你可能會以為他就是沒毒 但其實不一定 那河豚毒素也不是河豚專屬的 像是有一些螃蟹啦 融元啦 貝類啦 螺類啦 這些也都有河豚毒素 但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那河豚毒素之所以非常可怕 是因為河豚毒素它具有耐熱性 就是說呢 你加熱也沒有辦法破壞這個毒素 因為有些魚類它的毒素是 煮一煮之後就可以吃了嘛 那你不吃生魚片 至少煮熟吃火鍋也是OK的啊 那河豚毒素 除了它的耐熱性以外呢 最可怕的原因 當然是因為到目前為止 河豚毒素都是無解的 就它是沒有藥醫的 如果你中毒了送到醫院 醫院也只能給予支持性療法 但是因為呢 河豚還是號稱是離天堂最近的滋味 吃的人呢都說非常的美味 所以大家呢還是願意賭命 所以大家在吃的時候呢 就要先了解一下中毒的症狀 大概會有哪些 中毒的時候呢 大概輕微呢 會有舌頭麻 口腔麻 或是呼吸道這邊呢 會有一點麻痺 就是比較難呼吸 或是吞咽困難 或是說會流口水 我覺得形容起來呢 有一點像是去牙醫那邊拔智齒的時候呢 需要打那個麻醉 然後麻醉還沒有消 邊講話就邊流口水 那嚴重的呢 就會造成這個呼吸困難以外 還有就是心跳會減慢 然後低血壓 然後嚴重一點就是會休克導致死亡 那它這個發作潛伏期呢 一般是三個小時 但通常10到45分鐘之內就會發作 所以你可能邊吃飯就已經中毒了 你飯都還沒有吃完 就要趕快送醫 好那如果你不小心中毒了 真的中毒了要怎麼辦呢 第一步先催吐再送醫 所以你可以呢在車上催吐 那到了醫院呢 醫院主要就是幫你這個維持你的生命跡象啊 維持呼吸啊 然後幫你洗胃啊 就是沒有辦法投入什麼藥物去緩解這個毒素 就是要你自己撐過去 所以大家不要把這東西給小孩吃 再講一次 河豚毒素無減 這句話非常重要 大家要把音量調到最大聲來聽 簡單介紹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要來講講八種河豚 第一種呢叫做黑點多忌豚長這樣子 那這支黑點多忌豚呢 曾經有民眾因為迷信 河豚的內臟是補品 而把這一支河豚的內臟呢 煮一煮拿來吃 超可怕 如果對河豚有一點了解的人 應該就知道 他最毒的部分就是他的內臟 先不管他是腸還是肝還是胃 反正就是內臟有毒 應該是一個很基本的認識 但這個人竟然把內臟拿來吃 根本就是飲鎮止渴超可怕的 那這個案例呢 最終也造成了一人死亡 那這支黑點多忌豚呢 他肌肉是無毒的 但是皮膚金潮卵潮是有毒 我個人覺得如果河豚皮膚有毒這件事情 你就不要冒險去嘗試 我覺得皮膚有毒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 因為你不確定到底能不能夠清乾淨 跟你不確定他的皮膚 到底那個厚度是多少 因為如果有在鯊魚的應該都知道 有一些魚他扒皮啊 他中間有很多那種薄薄的綿末 你不確定他那個綿末 到底算不算是他的皮膚 還是說只是一些魚體組織 但有殘留的話呢 就很容易中毒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皮膚有毒的河豚呢 真的就是要避開 第二支呢 就是光兔頭臀長這樣子 那光兔頭臀可怕的是 有日本料理呢 會拿他來做料理 但是曾經有日本料理呢 拿光兔頭臀來做料理 同一個月就有兩起的中毒案例通報 雖然這個案例是寫的沒有死人 但是也是蠻可怕的 因為餐廳賣的也 餐廳賣的也會中毒 聽起來就超可怕的 但我覺得更令人費解的是呢 這個案例的檢體拿去檢驗之後 是沒有檢測出河豚毒素的 所以也不確定那個中毒人 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能很微量的毒就會造成中毒 但是檢體檢測不出來 所以這支光兔頭臀也蠻可怕的 中間插播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願意支持我的話呢 可以到我的蝦皮賣場 可以搜尋這個賬號 MIYA0516 目前有販售 零富瓶的無糖無添加果乾 這是鳳梨香鏟劑 還有橘子的 以及北埔很有名的 東方美人茶茶包 橘子果乾呢 是長這樣子 那在這邊感謝支持我的觀眾哦 再來下一種呢 就是六磅二齒臀 就是大家知道的刺河臀長這樣子 那就是大家一般對於河臀的印象 也是卡通跟插畫很常畫的樣子的圓形 那也是我覺得最可愛的河臀啦 那因為他的資料呢 跟我上一支影片查的有點出入 所以我想要花一點時間來講他 上一支影片呢 我說他是完全無毒的 如我第一次想嘗試的人呢 可以先嘗試他 但是 我覺得這邊要先聲明一下 就是資料有一點出入 是因為上一支影片主要 我都是看新聞媒體的報導 還有漁民呢 都說他是無毒的 那也有很多娛樂討論群組 不只一個群組 大家討論都是說 這一支河臀是無毒的嘛 但是 根據我查的這一本資料來源呢 是來自行政院衛生署 它上面是寫毒性衛名 可怕吧 那維基百科上面呢 是寫他的內臟跟生殖線是有毒的 資料來源是中國 那台灣的魚類資料庫呢 也是寫有毒的 那台灣的這個行政院水產線索的說法是說 他的肌肉啦皮啦金巢啦是無毒的 但他的刺有沒有毒呢 不確定 國外也有研究報告呢 是說他的內臟跟生殖線有毒 那就像我前面講的在日本那邊研究是說呢 就算是同一個季節同一個海域的同一種品種的河臀 都有可能有個體上的差異 最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六半二尺臀呢 在台灣曾經有發生過中毒的案例 可能很多餐廳都會拿這一支來做料理 那他們餐廳也都沒有發生過中毒的案例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認為他是無毒的 但就是因為有案例曾經吃了他而中毒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要吃他呢 也是必須要想一下 就是也是有一定的風險存在 那很抱歉在上一支影片呢 沒有做就是比較完整的這個資料研究 在這邊要跟各位觀眾道歉這樣子 那所以要吃他呢還是要想一下 然後因為這支影片的資料呢 必須要嚴謹一點 所以如果你覺得我一直在看稿呢 覺得我是讀稿機 那也是很正常的 那新聞上除了說這個六半二尺臀是無毒的以外 還有兩種河臀也是有業者說 他們是完全無毒可以使用的 一個是蜜斑河臀 一個是橫紋河臀 但是又是這個但是 蜜斑河臀呢我猜他應該是說 蜜斑二尺臀是長這樣子 那這個蜜斑二尺臀呢 資料是說他的肉無毒 但是毒性未明 就是說他整體這個毒性呢也是一個未知數 這樣那有人會拿他來做料理 但是下一個就可怕啦 橫紋河臀 橫紋河臀呢全台灣56種的河臀裡面 我唯一查到覺得有可能是橫紋河臀呢 是橫紋多激臀 這個橫紋河臀在記載裡面 他的全身上下沒有一處是沒有毒的 而且他的毒性呢不是強就是猛 就河臀毒素呢主要分成三個等級 若強猛 那這一支橫紋多激臀他的毒素不是強就是猛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新聞以後如果要寫應該還是要附上學名比較好 因為有可能他們去採訪業者的時候呢 業者他記錯說錯 那新聞沒有多加的驗證的情況之下 就會造成這種誤會 那後來我再查了一下 我覺得他應該是要說這個文二尺臀 文二尺臀這樣子 那這個文二尺臀呢 他的肉是無毒的 但整體還是毒性未明 但他的肉是無毒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是要說這個才是啦 但差一個字天差地緣 我覺得大家還是避開好了 另外在台灣的餐廳比較會被拿來做成料理呢 分別是黑青河臀還有白青河臀 那這兩個呢也是新聞裡面說 政府公告可以拿來販售跟加工的無毒河臀品種 但是其實這兩支並不是全身都無毒 它是公告可以拿來販售跟加工使用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公告呢我始終查不到 就是不管怎麼查始終查不到有這個公告 所以如果有人可以查到這個資料呢 拜託一定要附在留言跟我說 拜託拜託拜託 那照片中的黑青河臀跟白青河臀呢 跟我現場看我覺得差蠻多的 有可能是因為這一些做研究的河臀呢 他撈上岸道他們被拍照呢 其實時間過了蠻久 所以語體呢就有點失色了 那沒關係 這個黑青河臀呢 他的學名是克氏兔頭臀 毒性呢主要是分布在肝臟跟腸道 毒性的強度呢是弱 那白青河臀的學名呢是懷氏兔頭臀 那毒性呢主要是分布在軟巢 那毒性的強度是強 其他部位呢都是無毒的 所以這兩隻呢蠻常拿來做什麼河臀套餐啦 河臀火鍋啦 涼拌河臀皮啦 炸河臀啦這類的料理 常常被誤認成這兩隻可以吃的呢 就是越尾兔頭臀長這樣子 這個越尾兔頭臀呢又叫做綠色河臀 他除了肌肉以外都是有毒的 意思就是呢他皮膚也有毒 所以只要是皮膚有毒的呢 真的就是都要避開 那他比較明顯的特徵呢 就是他的尾巴有一個月亮的形狀 但上一次去漁港的時候呢 老闆還有跟我介紹的比較詳細是說 喔這一隻的刺呢 如果是分布在頭的那個 前額的部分的刺呢就是可以吃的 如果刺是分布在比較後面的這邊呢 就是不能吃的 但我覺得這樣子分呢 對一般人來講就是太難了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嘗試的話 要嘛就是去餐廳 要嘛就是去找合格的這個販售業者 那如果是自己釣呢 不管怎麼樣都是不要吃 拜託 最後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早期呢 台灣會拿河豚來做成香魚片 就是在風景區啊 都會那種烤魚片很香啊 很像那種魷魚乾這樣 然後邊撕邊吃這樣子 那這個香魚片呢 到現在幾乎都沒有看到有人在賣了 我上網查幾乎都查不到 原因有可能是因為這個香魚片 曾經造成一個案例是 有兩個小朋友吃了阿嬤買的香魚片之後呢 中毒 那就醫之後呢 雙雙不治 這個阿嬤應該也很自責 我覺得看到這個新聞呢 感覺滿難過的 那我想應該也是因為這個案例而導致說呢 後來就針對這個河豚呢 有一系列的這個規定 那如果加工業者在製造香魚片的時候呢 如果是拿河豚來做的話 他必須要把他的尾棋保存下來 那在包裝上面也必須明顯的標示說 他這個是河豚製作的這樣 但是我上網查是幾乎沒有業者在做這一塊了 應該也是因為風險太大了 以上呢 只是一個概率的介紹 河豚種類呢 還很多 那有毒的呢 還是非常的多 所以再次強調 不要自己在家裡面殺河豚 好吃的東西呢 還是很多 如果真的想要嘗試呢 就可以到專賣店裡面去吃 至少你中毒應該還有人會負責 那以上的資料參考來源呢 是台灣常見有毒河豚圖鑑手冊 這個手冊裡面除了有全部的河豚 俗名學名 還有他們大量的介紹以外 以及他們毒性分布啦 毒性強弱啦 還有照片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呢 可以去查看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再幫我按讚 那如果喜歡我記得幫我訂閱喔 快到我的蝦皮賣場下單支持我喔